词曲 李宗盛 等待着 期盼着 跨越生活的山丘 那未知的路口 是否还能有 梦的灿烂宇宙 从转角到寂寞 花灯之下的失落 像城市的脉搏 忽明忽暗 一向隐隐作痛 痛字越多 却更多迷惑 再来再去 也没有结果 越透彻 越洒脱 最苦世界里的你我 找回自我 不过适合生命的契合 就像泉泉稀流 在角落错过 那又如何 重逢在下个路口 航中直撞 勇敢点燃青春的花火 越示弱越险入 沼泽这首歌 唱最初的自我 迎着风努力奔向 梦的尽头 沼泽啥呢 忙去 现在忙了快点 想怎 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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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盲啊 就是爱出风头 小心被人拿着当枪使 你是不是也觉得 他要动手了 动什么手 没事 那个 多谢辉哥提醒 不过你以后就不用麻烦为我操心了 对了 那个 之前你借的那个三间机房 用完了吧 管理师的人说 让您赶紧把那药还回去 好多人等着用呢 别耽误大家干活 等我这儿 好 饭点了 晓晓 吃饭去呗 我不 我不想 我不 不想 我不太饿 那行 我先啊 对对对 需 somethin 凯晓 是你瞎逗我 不好意思 这忙不散啊 对了 你们那个节目上线的数据出来了 要不要看一下 涛 涛 我偷 全拿出来 全拿出来 还有 还有 没了 非常好吃的曲奇饼官 奖励给你的 现在别上去看看吧 我 没事 没事 忙你的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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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厉害 疼 疼 疼 你好厉害 疼 疼 疼 怎么了 罗总 抓紧时间准备下一期节目吧 网友对大志的关注度很高 我觉得他可以作为下一期节目的重点 话题很敏感 注意分寸啊 好 节目做得好高兴很正常 但我觉得你不应该躲在这里 既然来了就要学会融入 去茶水间休息 去餐厅吃饭 这样你才能发现 是你对自己做了特殊话 而不是别人 对 对 喂 晓晓 我已经到这个大厅了 你在哪儿呢 别慌 看见星巴克了吗 看见了 走 我到星巴克这儿了 多转啊 好的 停 停 看见门了吗 左转 进 好的 太刺激了 咱俩跟卧底似的 怎么样 像不像无间道 像 好 昨天的彩排你都记得吧 放心 没有我 计划A 计划B 嗯 如果路芒再面试的话 那就好办了 你就充分地展示你的新闻专业素养 如果还有其他人的话呢 你就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对新媒体的热爱 跟你的经历 其实我也不知道 路芒这次到底打了什么主意 不过我觉得 他多半应该是为自己照兵买马 好的 请领导做下一步指示 结束之后还在这里会合 下面请开始你的表演 好的 反了 人家想转发 然后 ciud起来 你最近有没有来过这家公司 就没有了 这次 Це装吗 有兵钱的 不知道这家公司 那晚上kekiff 这家公司 是呀 那听你这么说還挺好的 你看 怎么办 怎么办 要没事的 跟我过来 走走走走 Cause来 走走走走 下一位 孙琪 不是啦 您应聘什么职位啊 节目策划 我也是这个职位 是吗 你是新人吗 对 实习生 你是新闻专业 我写大学新闻系 我好紧张啊 我也是 但愿我们都能试上 祝我们一切都顺利 陆总 这次都是按照您的要求 准备的专业对口的人 而且人已经都在这儿了 我们的面试马上可以开始 沈樱 快点 下一位 准一 怎么样怎么样 成功了吗 你说话 成功了吗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怎么样 加入我们作战部队的感觉如何 有没有感受到那些人眼中里的 铭枪案件 并没有 我感觉到了无比的踏实 我也是个有组织的人了 我也是个有战友的人了 不过 我们之后在公司还是得注意一点 不要让别人感觉我们熟得太快 我们要演出那种 所谓在工作里日久深情出来的那种友谊 假如那天我们俩之间真的有一个人 该摸过的话 另外一个人还能留下来 按照你的剧本来演 不过和陈肉芒其实挺随和的 而且我感觉他面试的时候问我那些问题 挺有学实的 我说咱俩之前是不是想多了 我不知道 关于这一点我心中还有一些存疑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啊 你以为的就只是你以为 好了 时间不多了 咱们任务监局 咱们去哪儿 地铁站 会合 走着 走吧 渴了吧 先喝点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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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外面等了多久啊 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 我给大芝打了他一直没接 他助手也没接电话 我以为他们在直播就没想打扰他们 不呀 大芝这几天不在家 有事出去了 你们是谁呀 找他有什么急事吗 我们是悠传媒面具之下节目组的 之前拍过大芝 因为第一期播出的节目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们就想来找大芝再聊聊 我知道我认识你们了 你好 幸会 幸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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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闺蜜 我叫肖肖 你知道大芝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个 他没告诉我 他应该要一段时间吧 不然也不会把我叫过来 帮他喂猫了 那他直播怎么办 应该没事吧 他现在已经大火了 也不差这一次两次的 你们节目播出以后 他一天就涨了一千多万粉丝 我们都可羡慕了 你们是要来拍摄吗 可以拍摄我呀 我也是做直播的 好 你可以先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 好 我去拿点手机 您等一下啊 肖肖 肖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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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好评比负面评论要多 但是这一般人也受不了啊 晓晓 她不会生气了吧 但是那个插管的视频 是她让你放的呀 是这样没错 但是 我这几次跟大芝的接触 我觉得她是个挺敏感的女孩 你想 这么多的舆论 她肯定着架不住 本来想着这些节目播了之后 能帮到她 现在想想 也许是害了她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得先把人找着办 要不咱们报警吧 潘佳琪 走 问问起 潘佳琪 这什么用 潘佳琪 怎么了 你回来了 潘佳琪 那个我想问一下 大芝其他不用的联系方式什么的 你有吗 苏夏 你们不是也有吧 是 但是我问苏夏了 她也联系不上大芝 那我有什么办法 我刚从大上海 那么老远的地方回来 晓得吧 我太累了 我太难了 我刚才从那个楼梯上一上来 我就腿都软了 晓得吧 我很累 疲倦 我要睡觉了 我想想锁子还没开呢 不得回去睡觉吧 自己想办法呀 可算开开了 我的妈 你满 你说 怎么就变成现在这种降局了 不会的 不会的 肯定有办法的 我明白了 我塞 声音 我怎么现在才翻过瓣来 你说那个邮件跟我说 说滕晓晓 你这次躲不过这一劫了 我还在想 什么叫躲不过这一劫了 我现在终于懂了 路芒啊 路芒对我下手了 你想想 这么好的选题 这么好的机会 她为什么给我 她选我来做 她早就想到 会是今天这种结局 她还让我整两棋 我上哪儿给她 整第二棋去啊 她真的是机关算尽 这招是引敌上钩啊 路芒啊 你就是个魔鬼啊 高手 她真是个高手 支媒号不能搞这么严重的双标吧 你们老关心我们 今天我们也来关心关心你们 之前我的节目 风评不好 被下架 我无话可说 可你们这期节目呢 一上线直接引发网友粉丝 集体讨伐抗议 我也不说什么了 谁叫你们封名好呢 现在呢 你们节目里被拍摄的博主 失踪了有这回事吧 新的节目马上要播出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故什么事呢 这是干什么呀 节目有什么问题 就算真的出问题了 也不应该是你来问责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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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着急嘛 平台追踪的网络数据有点走低 还有一些节目后续隐患升级 所以我过来了解一下 是不是这期节目遇到什么问题啊 肯定正常播出 你口头保证啊 我看滕晓晓好像觉得有困难 那万一做不来 咱们还能一起想想办法 没有万一 真做不出来 我们撤 你们上 这个说法大家完毕了 以后有什么事 会议室说 行 都听见了 陆总下军令状了 陆总下军令状了 那咱们拭目以待 谁吗 我们 谁是我们呀 我们谁呀 真的是 到时候出事了 他肯定不会撤的 他有优传媒的股份 那谁撤 我撤呗 好了 你先别激动了 我能不激动吗 他凭什么问都不问 就替大家下军令状呀 他不分明了把人 往火坑里推吗 不对 把我往火坑里推 那些人是有点过分 但是陆芒可能也是没招了 你怎么老替他说话呀 他就是故意捧起大家的期待 好到时候看我出洋相 阴险狡诈的 我腾晓晓长这么大 站在我脑袋上拉屎的人 还没出声呢 我就不信 我还能让他们给欺负了 我还做不出一集好的节目了 好 好 好 别生气 吹牛血也不会呀 怎么办呀 沈亿 下一步怎么办呀 没事 没事 一定会有办法的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是佩琪 我是麦登 今天想听点什么 让我们今天俩给你演奏一曲啊 谢谢星星草原送的小花 谢谢阿田 谢谢阿田 阿时 欢迎阿时 欢迎阿时 我才不要活践呢 我要车队 车队 我要比他那个多 你看看 你看看他们 全都在那儿演戏呢 一点都不真实 那怎么播呀 这个 要不我们去拍范佳琪 感觉他还挺特别的 而且跟他们还有对比 但是我就怕呀 咱们这儿把室友给拉下水 万一他回头也受到伤害 那咱们以后怎么做朋友 他嘴那么损 得把咱俩给骂死了得 对 也是 那咱咋办啊 那我们拍谁啊 行了啊 没有我们S1叉叉 室友解决不了的难题 你先睡 让我好好地想一想办法 去吧 我不睡 我要陪你 你睡吧 万一我想到新方案 明天是不是要有拍摄 咱俩得有一个人保持清醒 乖 睡吧 睡吧 你睡衣都换好了 别装了啊 早都困了你 你真的不用陪你吗 那你帮我捏捏灼 喂 我睡呢 帘子拉得倒是亏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晓晓 晓晓 晓晓 你怎么又这样睡着了 你怎么又这样睡着了 又麻了 又麻了 麻了 麻了 落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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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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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来 看能不能动 不行 不行 你又不快 趴着 来 你说你 慢点啊 我说你跟千年王八说的 你还笑 慢点 放平 好 好 来吧 老沈又上线了 这次是哪边 那边 右边 右边 我脚都扭不过去了 好 好 我来弄啊 怎么样 还好 太紧了 这不好了 准备啊 放大招了 你你你 你们之前跟我说一声啊 让我过心里准备啊 好的 来 三 二 一 我找了几个去年想来又传还没做练习生被淘汰的人 我觉得呀 他们背后的故事挺值得被挖掘的 那个 你先去签单 我去联系他们 看回头啊 谁能在今天拍摄 这行吗 这个 都被逼到这儿分上了 那行不行也得试一试点 好吧 行了啊 挂了 拜拜 这件衣服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件衣服呢 特别适合秋冬去穿开颜色很亮 然后它很有设计 然后它很有设计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那现在大家来到了我的健身房 大家可以看到啊 像我们做博特的做主播的 当然平时保持身材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运动以及控制人士那是必不可少的 你知道吗 感谢王总送的王人姐谢谢你的爱 欢迎小K 小K今天怎么回事 怎么来那么准时啊 谢谢聪哥的实力了法拉利 翻天了都 然后整个赛洛城的妖魔鬼怪 都被你们节目给震出来了 我们拍了一天 什么也没拍到 你们节目弄成那样 也就是想蹭热度的人敢搭理你们 真正有故事的博主 都躲着你们 大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不是谁都能活得出去 是 其实我们也知道网络暴力的可怕 所以我们已经在我们能力有限的范围内 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她 但我知道 这其实远远不够 所以 才给她带来了那么大的伤害 其实我们 我 大只 还有佳琪 包括整个赛洛城周边 所有靠流量和热度生存的人 我们都想红 太想了 但是并不是谁都能承受 效益背后负面压力的 我期醒了我不是主角 我劝你们放弃吧 这个行业太复杂了 观众只爱看热闹 只会越拍越假的 其实我已经放弃了 真的 我也不想消费你们真实的生活 但是我只是 出于我个人的关心 我 我想知道大只现在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在养病 说实话这件事对她影响挺大的 她估计以后都不会再开直播了 和我反应再介绍 又提醒了 发 donut主角 在上面 提ral她就是一个大家的 不是 大scale让大振的 好 这边走 谢谢 谢谢 晓晓 你确定是大指要见咱们吗 她都不接我们电话 苏夏突然给我发信息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是咱们去看病人 空手不太好吧 还是你想得周到 给 不用 不用 我这儿有 你拿着 拿着 给她买点吃的 我先去病房等你啊 到时候我给你发信息 去吧 好 买水果 买水果 晋 晋 大指 坐 这 可行 你觉得能这么高速 math 快速的 我们要吃简单吧 这么高速的 可能我们要做这一套 我们要做的 以后就不够了 来看你 我同事现在在外面买水果呢 我们就只是想来看看 真的 只 只是看看 你干吗呀 我又没说什么 搞得像我得绝症一样 行了 快坐吧 不用了 谢谢 你这什么表情啊 我没事 其实 节目底下的评论我看了 真的对不起 如果我不找你来拍这个节目 你也就不会有这些事 我真的特别不好意思 真的 前两天我就状态太差了 谁也不想见 没有针对你们 我听苏苏和佳琪说 你们挺担心我的 没怪我放你们鸽子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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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你现在怎么样 好点了吗 还得谢谢你 帮了我 对啊 像我们这些暴食催吐的人 真的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之中 我们都知道 不傻 可就是控制不住啊 这种罪恶心理真的越积越多 每个礼拜下一次决心 可下完决心呢 我再自己打破 我真的太讨厌那时候的自己了 后来吧 就有人跟我说 在网上吃东西可以赚钱 然后我就说 吃着还能挣钱啊 然后我就开始剥了 然后我就还真挣到钱了 大家还很喜欢我 然后我就想 等我挣够足够钱 我再改变 其实根本不会变的 你看你就这么吃着 你就这么剥着 你还能挣到钱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变的 只会越来越差 我以前可是学舞蹈的 我的梦想啊 就是在那个舞台最中央当领舞 你说我怎么能就 这么吃了吐 吐了吃度过余生呢 所以啊 我决定要改变 我支持你的改变 一定会越来越好 还有 虽然 你现在已经不生我的气了 但我还是要跟你监讨一下 这件事情 行了 我说这么多都白说了是吗 行了 不说了 等我病好了 咱们去吃饭 我请客 好 想吃什么 想吃 我 你 你说我们今天世界上有大志了 但是你的新方案都没拍呢 我们总不能真的播这些牛鬼神神吧 我先试着捡捡看吧 面具之下也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嘛 虚假也是面具之下的一部分 是吧 实在不行 大不了我就卷不开走人 但是万一到时候别累了你啊 你别怪我啊 又不压走 行了 你别给我编了 你快好好捡吧啊 别到时候我真的卷不开走人 我先睡啦 我也想睡一觉 我先睡一会儿 你快睡了 来 躺下躺下躺下 给你盖被子啊 对不起 我都好几天没有睡好觉 nokia 对不起 我小初意 睡睡一会儿 来 seventh 睡恢央 睡黄 鬼 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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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你不剪呀 我也想睡觉了 要不我猜猜明天起来再说吧 说什么说 明天说还是我剪 对 阿姨 我睡了 晚安 你不关灯啊 天猫 地雷 帮我关一下灯 好的 我随时都在 有事情随时呼唤我 再见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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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妈 妈 我告诉你一个惊天的好消息 大致同意我们继续拍摊了 真的 昨天给我发了信息 你看 半夜发的啊 说既然已经成为了焦点 不如多走一步 给在黑暗中情境的管道 做个榜样 喂 我一个男的啊 真不好意思过去给你们难看 所以赶紧把嘴给我闭上 来呀 来呀 你们正如都迪路 谢谢大家给吉云的小星星 你说的啊 你还在干什么呢 什么时候我还拍 快点的 我说你这些声也太土了 重新给你挑两下 你说谁土呢 我这不还没穿呢嘛 来来来 请问我的 原来开始吧 我就觉得就挣钱 为了挣钱 我可以牺牲掉很多东西 生活的意义不只是赚钱 而且我们之前这种吃播 既伤害自己 也浪费粮食 现在大家都提倡节约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我们作为网红 也要给大家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那以后你打算做什么呢 我 我可能还是想去做 我最开始喜欢和着迷的吧 跳舞 对 或者做一个舞蹈老师 反正就是做一些正常的事 别再折腾自己了 你小心点 小小 别跑 你快点 哎呀 微蜜 太微蜜了 咱们一会儿去逛微蜜吧 微蜜是什么 微蜜是什么 微蜜你都不知道 谁要有天使的 对 我整个那个不灵不灵的那个 什么不那个 我也想要 不是带你们逛微蜜的 作为一个高端吃不网红 不不不 前网红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 传说中的日料店 人均两千那种 吃什么日料啊 大晚上 咱露串去吧 哎呀 就是会员只平时想去 都去不了那种 两千多太贵了 别去了 别去了 两千多呢 哎呀 我又卡着 退休了以后用不了了 咱再嘚瑟一回 可以 我准了 但是 告诉你们先别兴奋 咱们去这种高端餐厅的时候 怎么表现得自然知道吗 有钱 就什么都自然 不 不是 我知道 就是每样菜吃一点点 千万不能吃完 也不对 我来告诉你们 一进去呢 就告诉他 问他 说 你们家金枪鱼大男 是有选还是特选呢 一进去就问 一进去就问 等一下 金枪鱼大男是什么 你不用知道是什么 你只要进去跟那个服务员说 金枪鱼大男是什么 就行了 进去就说 对 进去就说 就算你不点 点杯水 他也觉得你特牛 陌生 感觉好兴奋啊 对 你记住刚才的问题了吗 记住了 金枪鱼要大的小的 金枪鱼大男要小的大的 金枪鱼大男要优选还是特选 金枪鱼大男 是优选还是特选 记住了 你们看我这种说行不行 金枪鱼大男要优选特选 你能别那么大劲吗 金枪鱼大男要优选还是特选 是这样 金枪鱼大男要优选还是特选 金枪鱼大男要优选 还是特选 对了 来 对 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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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起 金枪鱼大男要优选 优选还是特选 好天心啊 还是不吵了 来 你让我吵了 好 你好 来 吃个吃 这里是 叶子 叶子 我喜欢吃叶子 有 我喜欢 感谢大致的勇气 它是找射的意义 只要你克服内心的恐惧 你就可以 找到生活的真理 好 下面 由其沈亿 嗷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沈亿 I still do 接下来是我的节目 然后 我无罪 只是走追 保持内心 保持内心 那些不知表下一切都是符语 我们喊节目 永远不会停 尼尔 尼尔 I'm coming I'm Jackie I'm Jackie I'm Jackie 我在直播 我在录屏 我的手机 里面有你 我们今天发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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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奖机 我们今天花好多钱 我好心疼啊 心疼什么呀 你想想 咱们俩每天就穿着破衣烂扇的 住那高档鞋子喽 感觉就跟你别人矮一大劫似 你心里不难受啊 再说了 那谁比谁能力强多少呢 但大家没办呢 就关注外在怎么办呢 所以啊 我给咱俩买衣服 把咱俩收拾得立立正正的 就是为了让他们 多关注关注我们的内在 我这叫投资 叫包装 是我们对工作态度的体现 再说 我真喜欢看你穿着 漂漂亮亮的 我看了开心 可是你还要交房租 还有水电费 我还要找你借钱 我是怕我 怕什么 不怕啊 没有你的话 我这些奖金也拿不到 放心吧 我们俩以后会越来越好了 完了 怎么了 我们俩没吃饭呢还 我不想再怕露梯了 那行吧 今儿咱俩就从姐啊 来 啊 我最爱的 嘿嘿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温度的阳光 一日往常那么耀眼 好闷热的车厢里面 挤满冷漠情绪的脸 带动隔着窗边 映出一双迷惘的眼 也曾反反复复 让我说自怀疑 和我无数字怀疑 深眠的黑暗 满着泪水浸泌 胆而冰充斥着怀疑的声音 强温柱的念碑卷入热爱 全南的梦的霓虹 孤独漂泊城市中 哪里有属于我小小的天空 也许在某个角落 痛了却装作从容 因为相信小小的梦想散留 若今天宣布失败 那么又能怎样呢 再卑微的歌手 也有属于自己的听众 在这最苦的世界 给自己一个拥抱 跌跌转转的奔跑 只是给自己的感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